哈囉大家好 我是PFY 最新吞噬改版都著重在裝武技能上面 而在年前的改版中出了五虎將的裝武包 關於張飛趙雲馬桑好裝 這裡除了誇張到炸掉的關於裝武以外呢 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趙雲的裝武 龍膽牆 敏捷加5 攻擊加65 風加6 然後在某天我毆到了一把加1的龍膽牆 能力是敏捷加10 攻擊加70 風暑加6 然後就直接來測試看看他的技能 鎮電感 到底有多多屁 首先咱們先感謝一下夜城的第一次大帥哥的贊助 借到了一隻200等的三轉趙雲 攻擊是734 詳細數據如圖 先看看原本趙雲的亂級傷害 對象還是那可憐的稻草人 傷害是847 那再來就是可怕的鎮電感 傷害來到了可怕的1230 直接增加了40%的傷害量 鎮電感真的又讓趙雲回歸第一練功寵的位置 只是那把槍的敏捷似乎有那麼一點高就是了 好 那我們就來跟之前的鎮電神寵 驗雕雪來比較一下 這邊就用我自己的165等二轉驗雕雪來測試看看 攻擊是735 詳細數據如圖 跟趙雲的攻擊只有一點的差距 能力點差距只有14點 好 那這邊我們就先忽略不計 而驗雕雪的鎮電傷害竟然也有1247 由這邊可以斷定就技能的傷害部分了 鎮電感的傷害跟鎮電差別沒有太大 不過鎮電感強就強在他的武器 龍膽槍 如果龍膽槍加5的話 攻擊力的差距就會呈現在傷害上面 相信那時候趙雲的鎮電感的傷害 就可以把驗雕雪的鎮電甩好幾條街 好 不過前提是龍膽槍的等級要過高啦 那既然都已經比到這個地步了 最後就再來一個跟主角鎮電傷害的比較啦 為了這個威把我能力洗成戰士等級是162 攻擊是735 詳細能力還是如圖 可以看到技能的部分大周天我是點滿的 但是由於稻草人的關係 所以霸氣就先忽略不計 最後的傷害是1388 這傷害或許因為跟趙雲差了35點攻擊裝備 以及大周天的二轉技能加成 不過確實可以發現 在龍膽槍等級沒有上去之前 鎮電感的威力還是跟鎮電差不多 但是當龍膽槍加5後 額外的能力攻擊加85 以及龍膽槍本身的能力 鎮電感的傷害一定是 吞噬當前最強的煉弓箭 最後再補充一個 這是在剪片時臨時補害的 所以能力就跟上面不一樣了 人物亂擊跟鎮電的等級都是1 且大周天點滿的狀態下 亂擊的傷害是1001時 鎮電的傷害是1521 鎮電的傷害是亂擊的1.5倍左右 扣掉大周天的加神 感覺鎮電跟鎮電感的兩招係數 應該都是一樣的沒錯 好 差別就真的是 是在龍膽槍本身裝備的能力了 好 最後還是一樣把這次的傷害 做成表格 這樣看或許會比較清楚 如果有需要的話 就自行暫停一下吧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我是PFY 我們下次再見 3 2 1 掰掰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話 歡迎訂閱加小鈴鐺 另外Discord群已經開放囉 連結就在影片下方 如果想要跟我聊天 或想要跟我一起玩的話 就歡迎進來吧 雖然我很少出現就是 任務觀看小鈴鐺 休息一下 對